四十多年来 他为何身份沉迷 老乡有心热心帮忙 谁想困难重重 警方辗转多地 深入挖掘 如何帮助年过五旬的他 重拾身份 他隐隐约地听到他性别 他就是咱们普通话店的田 隐藏四十二年的身份之谜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十多年前 四十岁出头的严师傅 在平高县城经营着一家洗浴中心 那时候虽说小生意刚刚起步 但是光顾的客人却不少 这样的光景让严师傅干劲十足 没过多久 洗浴中心仅有的人手可就忙不过来了 于是严师傅就琢磨着 要不再顾两个服务人员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一个中年男人走进了严师傅的生活 不过呀 他可不是严师傅雇来的 而是捡来的 那年八月份的一天 严师傅上街购置东西 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男人 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个中年男人说话不利索 也不识字 经过一番简单询问 严师傅只是了解到 这个男人名叫田树林 无家可归也没有亲人 因为身体不好 再加上没有一剂之长 可以维持生活 所以才会流浪街头 得知这个情况 一向热心肠的严师傅 当下就决定帮他一把 严师傅承诺田树林 来洗浴中心打工 可以包吃包住 相比于自己目前的处境 这样的条件 对于军无定所的田树林来说 实在是太好了 于是他当下就答应了严师傅 自从来到洗浴中心打工 田树林的生活终于有了保障 而这一待就是十多年 严师傅说 这么多年相处下来 他们一家人和田树林之间 也就慢慢有了感情 严师傅记得 这个田树林最早一次生病 是在七年前 当时他连着发高烧好几天 吃了药也不见好转 情急之下呢 严师傅便准备带着田树林 坐车到大医院去看一看 可不料啊 这个田树林呢 却连身份证都没有 起初呢 严师傅以为他就是一时半会找不到了 或者呢 是不小心给弄丢了 咱们临时补办一张不就行了吗 可没撑抢啊 等他一问 这田树林呢 竟然是个黑户 这让严师傅一家呀 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这几年 通过这几年 我的游戏在边边通通 上边那五 干截机那一大了 五十六千了 从咱就考虑 我那我也讲了 有个就在 有个就这么说句不好听 上了边市 或者是比如说 大一边带一再来 你说咱 确实咱有时候咱也活到不起 这是他真人爱的套现实法 你说也就是这么帮个家 就这样换了些把户口 上后那些帮了 怎么在帮给家养老的 或者是咱的 或者是便宜的 怎么可以开始呢 想帮和想想帮 自从得知田树林 没有身份之后 严师傅开始替田树林担忧起来 为了让田树林的生活 能够早日走上正轨 严师傅开始操心起了 上户的事 哎呀 真的六千年一起了 六千年一起了 总是这就是互相 这就是派孙子南方的调查了解 这是什么是说句最设施的话 没有人证明他就是说设施的就是 说一说说 他的群人都是了 跑了六七年了 田树林上户的事情 丝毫没有进展 而田树林呢 也表述不清楚自己的身世 没法给警方提供线索 也成了他上户的最大的阻碍 严师傅说 这些年呢 他其实呀 一直是在漫无目的的跑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田树林究竟是谁 也不知道他的家到底在什么地方 所以啊 他只能挨个把平遥县的派出所啊 都跑一遍 他觉得或许通过这个方式 能够找到关于田树林的一些身份信息 直到今年六月 严师傅呢 找到了平遥县珠坑派出所 请求那里的民警帮帮他 像户口这一块 现在是关乎所有人的出行 住宾馆 包括就是买坐车买票 这些都必须平安成了 所以说说没有户口你是冲不耐心 对于老百姓没有户口来说 这是大事 像咱们派说 对于就是关乎民生的这种问题 咱们特别的关注 而且是及时的给下巴化解决这个困难 得知田树林的情况之后 朱坑派出所的民警十分重视 第一时间询问了田树林 那我们相信户口是黄怀山吗 贴司的 应该户口是黄怀山吗 你这让他怀疑起来是黄怀贴司的 嗯 你这觉得是胡青不青吗 骂了 啊 去骂了 胡青是黄怀山吗 那胡青是黄怀山吗 那胡青是黄怀山的 可是越来少了会骂了吗 我来不来生就算 也不来再玩那来生了 对于家庭和自己的过去 田树林就像失忆了一样 什么都说不出来 能给警方提供的唯一线索 就是他极其吃力写下的田树林这个名字 然而这个名字不仅没给警方带来头绪 反而干扰了警方的调查思路 他当时候起初吧 说的是爹树林 然后这个名字吧 我在通过我们的人口系统核查的时候 查不到这个人 查不到田树林的户籍信息 警方推测 这个名字可能是个小名 而田树林的大名 他自己记不清了 鉴于这种情况 警方决定先从严师傅家经营的 这个洗浴中心来着手调查 围绕严师傅第一次见田树林的地方向外辐射 挨家挨户进行走访 然而几天下来 却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信息 时间跨度长 走访难度大 警方的调查取证可以说是无比艰难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细心的户籍民警李星星 通过和田树林的多次沟通发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细节 然后跟他仔细沟通的时候 他就先问到他的名字了啥了 他隐隐约的听到他姓爹 这个爹自瓦在我们这边 就是庄泽村跟那个西山群村 他就是那个咱们普通发现的田 田树林独特的发音 会不会和他的出生地 或是他曾经生活的地方有关系呢 接下来警方又能否从庄泽村获得线索呢 一个字的独特发音 果然给民警带来线索 同一个人两个名字 背后究竟有无引擎 警方辗转多地认真核实 终于圆了他多年的梦 隐藏42年的身份之谜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庄泽村是朱坑乡 一个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小山村 这里的常住人口呢 仅有一百多人 如果田树林的身世的确和这个村子有关 那么给他上户不就有希望了吗 朱坑派出所的民警带着田树林的照片 随即来到庄泽村进行了解 没想到村民一看到照片 立马就认出了田树林 村民们一口同声地说 照片里的人就是他们村里的套猪 听到这个名字 民警一时间有些疑惑 村民口中的这个套猪和田树林是同一个人吗 为什么对于田树林这个名字 村民们却压根没听过呢 竹坑派出地方 因此抽肥林不胜 什么市场里的 经历基地码 尤其词eurs 竹坑派出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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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zw.竹坑派出身股 竹坑派出身股 竹坑派出身股 徒阑出身股 我们去了村子里边 想找到他们亲人了解一下情况 但是到了村子里边了解了 完全都没亲人了 村民们告诉民警 套猪从小跟着他的姑姑一起生活 自从姑姑过世之后 套猪突然就不见了 村民们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套猪了 而据他们了解 套猪没有其他亲人 大家都不知道套猪去了哪里 带着这条线索 猪坑派出所的民警 带着田树林马不停蹄地 前往平遥县公安局 护政中队调取信息 也查一下他所里边的档案资料 再结合局里边的这遗情的底部 原始底部 核子核实到他这个本人 包括他那护去底部里边 体现的出生日期 包括他的名字 经过民警的核实 田树林的大名叫田套猪 生于1966年4月25号 是朱坑湘庄泽村西善信族的人 由于他的父母均为智障人士 早年也去世了 因此田套猪自幼随姑姑 在平遥县朱坑湘雷家庄村生活居住 成年之后 因为自身的语言沟通能力差 所以一直也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当然了也没成家 之后姑姑去世了 他便开始了四处乞讨的生活 明确田套猪的身份之后 民警产生了一个怀疑 为什么田套猪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 竟然没有一个村民听过田树林这个名字呢 这背后会不会还另有隐情呢 这个也怕他说是他有户口 但是他想从立户口 他怕是重复这种情况 想重新弄个户口 而且也核查了他这个 是不是他以前用的田树林 或者是田套猪这个名字 有没有违法前科 也存在呢 他想洗清自己的这个 有违法犯罪记录 至于田树林这个名字 警方推测 可能是田套猪在流浪的这些年当中 因为他自己也记不得自己的名字 所以有人就随便给他起了一个田树林的名字 而这个名字也没有在公安系统里备案 人口系统是05年后半年连的网 当时候就是每个村上的户 就是呢 在侧的户籍人口数 户籍户数 都要对那个进入入那个人口系统 当时候是这个情况 他也比较特殊一点 西上新村吧 以为他不在村里边住 是跟他姑姑去雷家庄居住了 就是录户口的时候 就以为是雷家庄给入了 然后雷家庄吧 是他是就是上新人 他互组就他姑姑姑父 他也觉得是人家户口在上新了 就来家庄那边也没对那个户口进行登记 为了给田套朱尽快补入户口 朱坑派出所户籍民警李星星 放弃了休息时间 通过多方走访调查 终于在金中市公安局户政处 和平遥县公安局户政中队的共同努力下 收集到了完整的户口恢复资料 派出所跟那个县公安局沟通完以后 就是给他落到什么 落到那个西上新村大队 今天 对大队那个有个大队的一位户口地址 都在那个地址上边 估计有两个月底下 还想到柚子两个月到三个月都没有了 李星国的给户口的给送到家门上来 今天李星国有通知 上来招生抗战来 我上去也招生抗战来 第二天上去生抗战回来 给我嫌了 不知道人家在红钱了 我去的家都给我嫌了 时隔四十多年 他终于有了身份 看着崭新的户口本和身份证 田套珠感动不已 看着田套珠满是皱纹的脸上 泛起灿烂的笑容 李星星觉得 多日的疲累也瞬间一扫而光 我自从那个08年上了班 一直到现在都是从事户籍工作 这么长时间的户籍经验告诉我 就是说每一个老百姓来咱们所 一说他是没户口这个事 咱就反正是十分重视 这个事在咱户籍上来说 这是一个大事 辖区村民们都说 竹坑派出所的民警们 就像他们的亲人一样 不管大家在遇到什么困难 什么麻烦的时候 民警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村民身边 今年六月初 村民李师傅家的女儿突然不见了 可把民警们给击坏了 女儿突然离家 武宗记 父亲心急如焚 我的太后三文到去 民警昼夜寻找 能否排除女孩危险 我们是最害怕的第一是拐卖 第二是发生意外事故 意外发生之后 警方如何为民解忧 警灯护航回家路 他在身边正在讲述 朱坑乡北夷建村的老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妻子身体不好 所以这家里长年就靠老李一个人照顾 老李和妻子有两个孩子 大儿子已经成年了 常年在外地打工 小女儿刚刚十三岁 还在上小学 说起这个女儿 老李头大了 他说 女儿性格比较任性 尤其这两年 还十分叛逆 就在半个月前 女儿竟然从家里边偷跑了 我不是把电视上玩的 他还是把电视上的 让他车车户 车车打车户 让他爽你掉 我车车说 不用你爽 把他在我家 走出来 叫他 车车上都不在 当时老李以为 女儿只是和他淘气 说不定 已经和同学一块去学校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女儿竟然离家出走了 眼看天都黑了 老李发动亲朋好友 在村里村外找了个遍 可女儿却一点消息都没有 一想到 女儿一天都没吃没喝 还会面临各种危险 老李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于是他立即报了警 首先是咱们是派出所的民警 咱们的工作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 其次就是作为我也是为人父母 听到小孩找不见了丢了 我也很着急 接警后 竹坑派出所的民警 立即对老李的女儿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一部夫人是查找监控 就是冲装和那个另一个冲装之间 这些有可能出现的这个监控点 出境的时候就携带这些装备 有可能发生意外的绳索了 这些东西都在这里 我们是最害怕的第一是拐卖 第二是发生意外事故 民警兵分多路 以老李家为中心向外辐射 沿着村里的大路小路严密排查 甚至不放过一处悬崖峭壁 然而几个小时下来 始终没有发现孩子的蛛丝马迹 而此时对于警方来说 最有价值的监控追踪也出了问题 村里边掉了监控以后 发现了他的轨迹了 但是说也不是断断续续的 有时候就找不见了 他出了村里边 外边就找不见他了 只能附近村民 随随随随见来 从这里边 然后再去另一个村里边掉 这个各个村里面的广播 通过这个公交车司机 通过这村民微信朋友圈 开始发动群众 开始找这个孩子 眼下多耽搁一分钟 孩子可能遇到的危险 就会多一分 为了尽快排除危险 竹坑派出所的民警 迅速扭转思路 开始对孩子 可能出走的路线 加强沿途走法 果然有了进展 公交车司机的消息 很有可能他去了城里面了 我们才通过 他有可能下车的地方 我们从这个 他下车的地方那儿 沿途的监控开始找 然后最后才找到这个孩子 他在这个超市商场附近 所有的违法犯罪行为 我们全部排除 刚刚见到孩子的那一刻 我们心里也是很激动 孩子着急了 也没有受伤 也没有发生意外事情 所以咱们心里的石头 也掉了肚子里面了 最终通过民警 一天一夜的不懈寻找 孩子终于平安回家 看着失而复得的女儿 老李既高兴又生气 老李说 其实女儿莫名离家 已经不止一次了 以前听话 走过几回了 有个死无怀来 还是家里边舒服的人 对他父亲 肯定我们会对他评评教育 他对孩子应该是 孩子现在还是有完全的监护权 他必须尽好当父亲的责任 然后我们还会 通过跟学校沟通 跟老师沟通 对他这个孩子进行严加广教 对于老李家的情况 朱坑派出所的民警 也十分清楚 因此 对于老李一次次的求助 民警们都很上心 平时只要有时间 民警都会主动上门 关心关心孩子 同时给老李做做工作 他这个孩子是不听话 经常就跑了 一跑了就跑 那么朱坑派出所的民警 我一次是来一次 不过白铁卧场都辛苦 他们都辛苦了 确实是为百姓帮死 帮死死了 北宜建村的智宝主任说 朱坑派出所真心实意 为群众办实事 解蛮事 真正做到了 向群众所想 及群众所借 把温暖 服务 帮扶送到了百姓家 身边有这样一群 警察拦的守护 村民们的日子 过得是越来越舒心 幸福指数也是 越来越高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